《紐約時報》5月19號 引述余黎華女兒孫小凡的說法指出 余黎華因感染中共肺炎而引發呼吸衰竭 勝於上海的余黎華 1947年隨父親舉家前往臺灣 53年從臺大歷史系畢業 56年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新聞系碩士學位 他著有數十部小說與短篇故事 主要描繪華人在戰後美國社會的處境 以他筆下無根的一代文明文壇 不過1975年余黎華與第一任丈夫赴大陸探親 隨後寫下散文小說集《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 和郵寄《誰在西雙版納》 頌揚中共治下的所謂新中國 國民黨禁止她回臺並封殺其作品 到80年代中期才解除 也是在1975年她與失散多年的妹妹 美華在大陸團聚 後來接受媒體訪問 余黎華提及這段插曲時說 當時中共要統戰他們這些作家 替中共說話 所以他們一回來 統戰部就派了一個人陪他們 而且一下子就找到了她妹妹 用有名望 有成就的國內外人士 來替她站臺背書 他們幫余黎華找到了親妹妹 余黎華自然會有一份感激之情 那麼會不會因為親情加上了感激之情 使得這位女作家投中共之所好 寫出了中共想讓她寫的文字 這是很有可能的 儘管一度被禁止回臺灣 余黎華卻從未停止她訪問大陸的步伐 觀光 考察 與大陸作家頻繁接觸 對於這段美國作家撰文讚美共產主義的經歷 余黎華2009年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表示 自己當時被迷惑了 因為文革時不會讓她看到任何陰暗面 中共給她看的都是光明面 巴金、丁玲她都無法訪問 文革時受苦的人她一個也沒見著 她說 現在看來絕對是不應該的 自己只看到了片面 不應該馬上就寫文章 余黎華的文章《我的流美經歷》寫給祖國的青年朋友們 1980年4月20號在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整版刊發 他寫道 國家更需要你們的自信與自尊 維持它在30年前贏回來的民族尊嚴 而這裡的30年前正是中共建政之時 這番描述迎合了中共所需 中共新華網2013年報道提到 1983年3月開始 余黎華在《人民日報》連載一批美國來信 後來集結為美國的來信出版 《人民日報》稱之為第一批走出國門的青年學子們 關於西方的啟蒙書 語言文化專欄作家高天韻指出 語言文化專欄作家高天韻指出 經歷的作家替中共說好話、唱讚歌 被中共利用來欺騙國內的廣大青年讀者 危害性相當大 中共需要的宣傳文字 是服務於它的暴力加謊言的統治 有良知的作家不應該成為它的筆桿子 而是要傳播真相 從1975年到1988年 余黎華筆下所看到的中國和眼中的美國 都受到了中共認可 高天韻表示 中共的謊言、欺騙和人權罪行 尤其是這次隱瞞疫情 對全球造成巨大災難 也使余黎華本人感染受害 在余黎華不幸病逝後 就有讀者提到 他生前曾為中共唱讚歌的經歷 高天韻認為 這種反思很必要 各界民眾和各國政府 都應跳出普通醫學框框 看到深層原因 遠離中共 遠離邪惡 才能抵禦中共病毒 我